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大概知道主要的方向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台积电大涨 这一天都涨台积电吧 台积电大涨 今天涨14块 这一波涨这样 台积电涨这样指数一定大涨 对吧 因为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第一名 你有台积电吗 我很想呼吁一下 你有台积电吗 最近哪一个分析同业叫你买台积电呢 如果没有 台积电大涨跟你有什么关系 或者像今天连日月光都在大涨 日月光 有日月光的举手 你也没日月光 好 你有没有AI股 有吧 你有没有伪创跟广达技嘉 有吧 有吧 我再这样问你好了 台积电比较重要 还是广达的涨跌对你来讲比较重要 应该是广达吧 只是你不会承认啊 因为台积电今天是涨的 广达今天是跌的 你跟我讲 我不想看对吧 我不想承认 我今天只是告诉你 做股票回归现实吧 你的股票是什么呢 台股涨了快一千点 你的股票有动吗 急躁到台股三步灌篮 什么到万七 政府真的很用心的在互盘 然后国际股市也很好 对吧 我之前我就讲 我建议政府基金要互盘 就全部去拉AI股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台北股市里面 大多数最近这两三个月 都买AI股 你把AI股拉起来了 选举行情就成功了 但是如果你做 你都是在做指数 什么成分股 什么台积电 日月光 联发科 台达电 大家就觉得隔靴骚痒 指数涨一千点 我的股票涨一点点 那到底是我应该开心 还是不开心 是吧 如果国际股市以后开始跌 亚洲股市如果开始跌 那台股涨一千点 我的股票涨了一点点 如果开始跌的时候 我的股票不就完蛋 是不是 回归现实吧 好不好 你涨一千点 你的股票涨一千点的 那个幅度吗 如果没有 那就自己在吹哨壮胆 分析同意也是 你只要看前面五分钟 都在讲台积电 你就知道他的股票很烂 对不对 就不好意思讲 买什么追什么 套什么 就像上礼拜五最强的叫什么 合一 还有人要合一吗 礼拜五是前面 第一个小时 从九点到十点 每个分析师盘中连线 都是在讲合一 都是在讲升级股 对不对 尾盘杀下来 猪羊变色 今天又跌 升级股又没人要讲 这个才是投资人的股票 你看那个成交量这么大 对不对 我再讲一遍 指数上涨 固然看起来很漂亮 对吧 以政府护盘的角度来看 成功啊 有没有互到点子上 有没有互到你的股票 好 我今天要继续讲 大家都知道我都空AI 我们就来个正面对决 好不好 你买很多AI股 就像前两天的新闻 什么伪创广达股东人数创新高 对不对 我放空AI股 来我们 设一个关卡 来 我这边挑四档股票 应该很有指标性 伪创广达技嘉 这个叫做AI三雄 那为什么列银帮 因为银帮是大家认为 零组件里面股价最高的 对最纯的AI股 而且业绩很好 好 那我这边有四个价位 每一档股票有各自的价位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能破的 大家都讲说 大家很会分析 那AI股 伪创如果90块不破的话 就会怎样 广达如果 什么200块不破的话 就会怎样 好 所以我就把那个关卡写在这边 我甚至广达我写的还更低 比200块还低 我写在19 技嘉现在220几 我写200 好 银帮了我也写很低 我说这些关卡 我的标准都降低 我说都会破 这样有没有 这样有没有很有gas 都会破 伪创今天100 我写90 广达今天多少 广达今天206 所以我就不写200 你又写200没意思 所以我写19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技嘉呢 技嘉今天跌5块嘛 225哦 我写200哦 银帮 银帮今天还有471哦 我写420哦 你就看看会不会 好 所以给各位一个关卡 参考家这样可以吧 好 你就很清楚我的态度了 所以以后不要鱼目混书 对不对 大家回到 对决的类股上 不要拿指数在吹哨壮胆 不要拿台积电来当好朋友 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日月光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好 那些股票就是最近投信在换股嘛 因为投信呢 一堆钱啦 高股息殖利率 对不对 所以他要追求高股息 所以买那些比较稳重的 然后呢权重股 然后刚好现在政府要做选举行情 我可以理解啦 涨这些股票我可以理解 好 不然要动什么 对不对 他们又没什么人有 散户没有啊 对不对 然后又占权重 然后有的股票殖利率还蛮高的 对不对 再加上呢 这个我做他们的指数上来 借大欢喜 但你的股票比较多在这边吧 在这边吧 然后我跟你讲会破 我知道你的关键是伪创 因为伪创 三绿三生 第三季赚赢上半年 对吧 这个是礼拜五的新闻嘛 赢大单扩充台湾产能嘛 所以呢伪创这几天都很红 这几天外资也大买哦 哦外资也大买哦 投信也买哦 那我们就看我的决战点在九十嘛 九十在这里 你看会不会破 如果九十破的话 哇那兵败如山倒你知道吗 不要说散户的筹码卖出来啦 法人也会卖哦 你要小心哦 好再来我们来讲广达 理论上来讲大家对广达的期待度比伪创高啊 因为感觉上哦 这个广达啊 就是好像 因为林百里常常在讲嘛 哦大单一直来啊 对不对 或者说什么什么 灰达执行啊 黄仁勋啊 把皮夹克呢 给云达的什么什么什么 总经理董事长啊 对不对 跟他们很骂鸡啊 所以其实广达 大家期待股更高嘛 这个大家认为它就是 真杠的NVIDIA概念股 对不对 而且它第三季的获利创历史新高 预估呢AI伺服器明年的营收会持续提升 然后呢 三大外资函广达目标价最高到320块 外资说会到320块 我刚刚才给你一张表 这张表 我说1900会破 很多会觉得说你没看新闻吗 我有看新闻啊 我真的有看 你看这张写的更多啦 广达320就在这边 没有320也有310也有280 你在那边讲1900你有没有问题 伪创呢最高145 目标价 145 145 140 137 130 你说90 没关系 我们就来比比看 我们就来比比看 我的论点很简单 就是你买一档股票 不要看图说故事 也不要人云亦云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会买AI股 因为大家都买AI股 因为所有分析师都推荐AI股 对不对 推荐AI股业期不好 没关系明年会好 都是这样的 那外资反而也都是啊 那等到哪一天 AI股跌破 我刚才讲那几个价位的时候 很多的外资就会调降平等 你就等着看 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讲的啦 这个高股息ETF 高股息 再讲一遍哦 他们手上一堆AI股哦 卖都还来不及了 有的还买了耶 最近有投心又在买伪创 我真的很替你们担心 你卖不完你知道吗 因为AI股的殖利率都不够嘛 就不够高股息的选股条件啊 就得调节啊 调节以后去买联发科 调节以后去买日月光嘛 是不是 因为那个比较高股息啊 所以被调节 这个命运是定好的 问题是股票还很多呢 还很多呢 最多就是广达 第二名就伪创 所以 偏偏现在散户又最多 所以我真的奉劝各位 快跑吧 不要看着台积电 在做你的AI股啊 不要看着美国股 在做你的AI股 我看NVD啊 我看美超围 对吧 人家有人家的基本面 人家有人家的故事 跟你不一定一样好不好 真的不一定一样 我再认真地跟各位讲 广达伪创 他就是MB厂商 在我的眼中 他就是做MB代工为主 AI伺服器 没有说是他的明星商品 但是占他的营收比重 有啦 有在增加啦 但那不是他的全部 好不好 所以不要在那边想半天 哦 伪创哦 现在4块 明年8块 后年12块 广达呢 今年89块 明年呢16块 后年32块 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 他们是代工厂 什么东西都做 而且现在是MB为大宗 MB会成长吗 你有要大买MB MB知道哈 笔记型电脑 你有这个计划吗 没有 所以大家自己谨慎小心一点 好吧 我们先进入网络 回来好好分析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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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台湾的媒体运作是这样 从早上开始 你会先有报纸的新闻 对吧 像这个报纸新闻 先有嘛 然后呢 接下来电子媒体就开始 电视台嘛 就开始从这个报纸的新闻做成 会动的那个新闻嘛 对不对 然后主播就去这边讲 然后再来进入到盘中 分析师就开始分析 这个我认定的啦 炒作三部曲 就这样嘛 先有报纸 然后再来电视跟着报 报完以后呢 盘中一动 主力动一下 哇 分析师就再跟 然后呢 接下来就换你买 你觉得这样会赚钱吗 对不对 合一就是啊 你说他这个利多不是利多吗 是啊 是利多啊 讲实在话 你一定要这一天去买合一哦 合一躺在那边 几个月了 你怎么没有想到要买呢 对不对 哦 新闻出来了 你本来还没有看到 然后看了电视新闻以后 第二个音像 分析师在推 哦 第三个音像 这一定可以买 不是吗 合一昨天震荡十几% 今天又跌就没人讲啦 成交量就变成一万三千张啦 就量急缩啦 你看融资 抗脸 躺在地上都不买 就一定要这一天才买合一 对不对 这边都没有糖尿病的药 都没有吗 这一天才有吗 都有嘛 糖尿病的药就在研发 药证什么什么的都在申请啊 只是这一天报纸上看到 这一天分析师推荐 你就一定要当韭菜 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是不是 那AI股更不要讲 AI股就是三个月前的高点 你们全部都买一把 是不是 到现在你还在那边等解套 这个算强吗 还在等解套啊 不是吗 你看融资这么高在这里 大家都套这里 现在在这里 台股涨了一千点 你说尾串有没有动 有啦 也不能说它没有动 对吧 如果台股再跌一千点 涨一千点 它涨这样 如果跌一千点 它会涨怎样 你知道吗 最近融资又在增加 真的是沿路摊品 对不对 我就套这里的 一百五一百六都可以买的 为什么现在一百块不能买 九十几不能买 好你就继续 来广达 我就套这里啊 你看广达融资最高在这里啊 哦这个我就买这边买一堆嘛 对不对 啊现在呢 这个广达在这里 我两百七两百八都在买广达了 现在两百两百一怎么不能买呢 好你就买买看 台股涨一千点 广达涨这样哦 然后外资还调高平等到三百多块哦 广达都不会动哦 是吧 不要不要不要 广达今天瘦最低呢 跌七块半呢 这是我害他了吗 如果哪天跌破 我讲的一百九 一百九这里 你看看会怎样 啊 技嘉 你看 技嘉的融资高点还不在这里呢 技嘉融资高点在这里呢 你们真的是很大胆啊 就一直买啊 越跌越买 你没看到技嘉营收在成长吗 你看 越营收都在成长 你有没有看到 十一十六十六 看得懂数字吧 对啦 营收成长三个月啦 股价跌三个月啦 股价跌三个月啦 我害的吗 所以拜托各位醒一醒好不好 做多大赚钱 你都做指数吗 你都做台积电吗 如果是的话那对啦 如果你是做多技嘉呢 如果你是做多广达呢 大赚钱 伪创大赚钱 这个叫银帮 银帮 银帮我给你一个关卡 就四百二嘛 你自己看 自己看 股票市场的利多都是短的 因为美债值利率啊 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美国股市机涨啊干嘛的啊 但是呢 不利的因素 负面的因素 都是长期的 就像我讲这个 股票的资金 会被债券市场吸走啊 这不是我讲的啊 你会接到很多银行 理专打电话给你啊 是不是 他现在不都叫你买美债吗 或者买美债相关的东西吗 不是吗 不是只有我在讲啊 大家都在讲啊 或者你看YouTube 是不是所有的理财专家 都这样推荐了 对不对 那你听了 哦有道理哦 我现在那些AI股也没赚钱 对不对 干脆砍一砍来去买美债啊 美债好安心啊 是不是 当大家都这么做会怎么样呢 就像一年前 大家都说要买什么 高股CETF 所以你就买了一大堆 高股CETF嘛 是不是 就是你消化资讯 到最后做出动作的时间 会拉长嘛 对不对 一年前你都是要买 美债 这个高股CETF 买股票的 所以呢这一年 这些ETF增加的资金 一兆一兆哦 金管会还跟你讲说 这个有点过热 好那现在开始哦 大家都来买美债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增加增加增加 美美债 可能未来的半年一年 也可能增加一兆哦 这一兆一兆一兆 你说没有我们有伟大的 互盘基金 互盘基金是有时间的 好不好 要互到什么时候 你比我还清楚啊 那时间过了以后怎么办呢 靠投信 投信现在庞大的筹码呢 你还怕它卖掉呢 是不是 还有多少新的钱可以买股票呢 靠外资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 大家理心一点好不好 台湾的利多是短暂的 台湾负面的东西是长远的 什么经济发展 经济成长 台币贬值 这个 这还要我讲吗 然后美债 我就说美债这个殖利率 现在4点多嘛 对不对 未来某年某月某一天 譬如说到了明年第一季 可能又要突破5了 你说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一直发行公债啊 他就没钱啊 他就债滚债 反正他有印钞机吧 他欠的是美元 美元他可以印啊 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国家可以这样 你们全部的人还得买单 还得接受 你知道吗 美债10年后要突破50兆 现在是33.5兆 10年后要突破50兆 我可以跟你保证 10年后不止50兆 我觉得10年后会60兆 所以他还是一直 发行美债嘛 不然美国政府就停摆了 就不够用啦 那他不断的发美债 那美债的供给量增加 供给量增加 美债价格下跌 美债价格下跌 殖利率就跳高 这个逻辑 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所以殖利率跳高突破5 很快就会看到啦 所以你现在买美债 ETF 你也要小心喔 你现在买的点不是低点 现在 现在我就说嘛 美债 ETF 变成一个新的泡沫 这一个新的泡沫 戳破了旧的泡沫 戳破了股市的泡沫 美债ETF的泡沫 戳破了AI 股票的泡沫 然后等到有一天 这个美债的ETF的泡沫 又会被戳破 一个泡沫 一个泡沫都会破 一直发债可以吗 当然不行啦 所以你看喔 三大评级机构目的 调降美国 AAA的性贫展望 意思就是说 你一直在以债养债 这样敢对 不行嘛 对吧 好 所以你如果美债性贫被调降 那一样 利率就要调升 利率就要升啊 就让我举个例子好了 银行借钱给公教人员 利率一定比较低 因为公教人员每一年都 每个月就有钱进账啊 可以缴贷款啊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打工组 对不对 跑跑Uber EAT 或者干嘛的 收入不稳定啊 银行要借你钱 调高利率啊 这样大家知道吗 所以信用好的利率低嘛 信用不好的利率高嘛 如果美国的AAA的性贫被调降 那利率要高啊 殖利率要高啊 那殖利率高股市会怎样 对不对 所以我讲那么多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醒一醒吧 不要不要 不要拿台积电在吹哨壮胆好不好 台积电不关你的事啦 AI股怎么样 我刚才列了这几个重要关卡 这个比较重要好不好 这个如果破了真的 会很惨喔 那个麦娥会滚雪球 那不可能啦 不可能 尾创90 尾创哪有可能跌破90 90在这里 不会吗 不会吗 广达 我说广达多少 190对不对 190在这 会不会跌破 我们就拭目以待 技嘉我说200啦 200在这里 我还设很低喔 200在这里喔 没有看过的价格喔 如果一旦跌破200 你看这么多的融资 你看怎么办 银帮 我说银帮420 420在这里喔 还不是 还不是这波的低点喔 其他的比到半里啦 林祖健 自己以此类推啦 这个我都还没讲耶 台湾股市会被亚洲股市拖累 会被亚洲股市拖累 所以我建议各位 以后不要看着美股做台股 你要看着亚洲股市 亚洲的左右邻居 一起看 因为我说这一次 如果是亚洲金融风暴 美股可能会 涨你知道吗 反而是亚洲股市 若干咪咪咪咪咪咪喔 如果你对1997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有概念的话 就是这样 你要小心喔 你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好最后提醒你 没时间了赶快逃命 你有多单的赶快逃 因为我知道你的多单是AI 有AI的赶快逃 你有那些什么台积电日月光 那个我不敢讲 因为政府很努力啦 我不敢说 但是有AI股的 就是我在放空的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为了你自己的荷包 祝各位超市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供参考 请供参考 请供参考